欢迎收看狗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基本情况 那么昨天澳洲股市在周一是基本收平 并没有出现了明显的走势 大盘整体依然是收盘收在5762点附近 基本上是和上周五保持一致 但是中国方面呢 在昨天则出现了较大的跌幅 上海方面下跌幅度为1.4% 深圳方面跌幅为3.57% 创业版呢更是下跌超过了5.1% 那欧美方面呢 昨天并没有出现像中国一样的暴跌 英法德三国呢 上下变化均在0.2%左右 美国股市也是基本收平 没有出现特别的情况 但是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再次下跌 并且创出过去八个月以来的最低价 同时黄金价格出现上涨 而油价呢 则出现下跌 那么要提一句的是呢 现在澳元对美元的价格 目前是达到了过去两年以来的最高价 那在今天我们要说的热门话题呢 就是现在这个冰火两重天 GDP指数呢 是勇往直前 但是中国的A股却出现 400家公司出现了跌停 我们知道昨天发布了最新 中国第二季度的GDP数据 明显是好于了市场预期 达到了惊人的6.9% 但是为什么偏偏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 却出现超过400个个股都是跌停呢 难道经济好 不应该刺激股市上涨吗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昨天有400家公司出现了跌停 尤其是深圳和创业板 深圳低了3.57% 创业板呢 暴跌5% 那为什么这个经济数据上去了 却反而股市会下跌呢 股市下跌的问题其实很明显 就是由于现在投资者呢 并不认可上周财经会议的结果内容 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股市 只是中国金融体系里面的一个工具而已 这个规则并不是由投资者来制定 我在昨天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 上周的财经会议主要讲的内容 今天就不再重复 我们知道上周末会议的核心内容 说的就是要降低风险 要维护稳定 要防止杠杆过高 那如果说一切是为了求稳的话 那么就会相应有所牺牲 牺牲的呢 就是创新和发展 而恰恰相反 恰恰这个搞笑的是呢 这个创新和发展呢 来自于大部分是来自于民企和私企 也就是说 如果目前一切以稳定为主的话 那么之前的相扶持和发展创业 发展创新 这些私营企业 中小企业的政策 就将面临变化 面临改革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昨天股市下跌的第一块 第二点原因 我们知道呢 不论是股市也好 房地产市场也好 其中一个上涨最大的因素 就是来自于资金 如果说不再印钱了 或者说不再宽松了 那么房价上涨 以及股市的上涨 其原动力就会失去一大半 那我们昨天也说到 如果你要维护人民币稳定 汇率稳定 就必须和欧美国家 开始同步实施 开始同步实施 赢根收紧 或者说要大大减少之前中国的量化宽松 或者印钱政策 也就是说 如果人民币想保留 或者说要维护住现在的利率稳定 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 就必须要面对于收紧的趋势 如果这个真的是成为了现实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 未来股市大涨 未来房价大涨 就会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在昨天的会议内 在上周末的会议内容上说到 未来企业融资将会推荐 或者说是推行直接融资 什么叫做直接融资呢 就是企业直接向市场去融资 怎么融 发行股票 或者是发行债券 那么现在呢 企业大部分是问银行借款借贷 未来如果发行股票 发行债券 那么买单的就是二级市场 说白了 就是广大的投资者 或者是散户 那我们都知道 你不论是这个企业融资融券也好 还是说这个企业要IPO 新股上市也罢 这两种方式 都是从市场里面去拿钱 因此 大部分的投资者 一听到这个消息 还会不断的发新股 还会不断从二级市场里抽钱 这则消息 毫无疑问 对于股市 对于大盘来说 是一个不利的消息 而这一则 才是昨天 创业版和深圳 出现暴跌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可能朋友们要问 那是不是创业版中小版下跌 就意味着 我们没有机会的呢 并非如此 很多时候上证指数 和中国A50走势 并不是一样 中国A50走势 和融入MSCI 这个国际指数基金里的成分股 又不一样 我们知道呢 为了吸引国外投资者 同时为了维护住大盘的稳定 就必须有龙头 我们知道呢 这个美元对澳元呢 在过去七天 出现了一个七天的连涨 七天的连涨 这个是昨天的走势图 我跟大家说到的 澳元有可能 会出现一个短期的下跌 但是在过去的24小时内 情况和我们预计的 完全相反 澳元在短阵的下调之后 并没有跌穿 这个我们叫做维加斯通道线 相反的时候 今天早上是再度一根阳线 直接拉上 那我昨天在原点的 这一处和这一处分别做空 两次做空 两次呢 都被拉爆 达到止损 离止损出场 这就说明一点呢 就是说 现在的澳元走势 非常的强劲 在它真正出现回调信号之前 我们呢 千万不要提前进场 这个呢 就是目前我们学的教训 大家一定要紧急 最后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是晚上6点30分 英国的通胀数据 以及到了11点30分的时候呢 英国样行行长将会出来讲话 因此今天晚上对于英镑来说 将会有重大的变化 投资者要引起注意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